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 圣灵的感动就是说 圣灵将神的思想意念话语放进作者的心思中心里面 然后呢就mixed with 就是跟他们的这个资历他们的这个知识互相的这个配合协调下写成了这本圣书圣经 那你知道圣经的作者有哪一位吗 有哪一种的人吗 圣经的作者有君王 渔夫 工人 农夫 商人 诗人 你还记得圣经作者有谁吗 不要紧 我等下再发给你们 就是有君王 渔夫 工人 农夫等等 甚至是还有政治家 军事家 宗教领袖等等 圣经呢是分为了两部分就是新约和旧约 那这个约我们叫约 这个新约的约呢 它的意思叫做条约或者是契约 圣经就是神亲自于人类定立设立的契约 在银马五十的路上耶稣给那两位门徒传福音 他也解释了这圣经就是旧约要预言的那个弥赛亚 那些预言呢 已经应验了在基督的身上 当门徒们明白圣经的时候 他们就明白基督为何从死里复活 以及赦罪悔改的福音 耶稣不仅仅向门徒传了福音 还释放了这个传福音的方式 那今天的经文是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到四十八节 那掌明啊 不是叫小明啊 掌明呢 他是会读这个二十四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中文的 然后 Michael呢会再读四十四到四十八节英文的 he'll read the Chinese from thirty-six to forty-three I'll read English forty-one forty-four forty-four to forty-eight 赶快翻好你们的圣经 Luke chapter twenty-four verses thirty-six as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these things Jesus himself stood among them and said to them peace to you but they were startled and frightened and thought they saw a spirit and he said to them why are you troubled why do doubts arise in your hearts see my hands and my feet and that is I myself touch me and see for a spirit does not have flesh and bones as you see that I have and when he had said this he showed them his hands and his feet and while they still disbelieved for joy and were marveling he said to them have you anything here to eat they gave him a piece of broad fish and he took it and ate before them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然后四十四节 主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对你们说过的话 摩西尔律法 先知书 《路加福音》四篇上所记 《关于我》一切的事都必定应验 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明白圣经 又说经上这样记着 基督必须受害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人要奉他的名传讲 悔改于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戏 直到只传到万国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上个礼拜呢 牧师已经讲了 这个生前规划的事情 昨天的星期 Pastor Benjamin 说过了 预计的生命预计 我认为是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个生前告别 今天我们会说 Farewell to life before death 上个今天我也会去分享 一个姐妹的 一个她怎样安排 她自己的这个上礼 今天我会 also share about a sister's testimony and then you may compare and then you may compare his funeral arrangement compare with Mr. Wong Mr. Wong his arrangement 你们可以自己去做 那个比较 听了今天的这个姐妹的 这个上礼 versus 那个黄明志的 那个他的prank 今天呢 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心里的平安 来自于基督的福音 so today we can remember that the peace of mind comes from the gospel of Christ 让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清早的时候 这个星期日的时候 我们愿意预备心 来到教会 来听主的话 听主的道 并且敬拜赞美神 帮助我们 心里有的这些愁烦 有的这些怒恨 或者是不平安的事情 都求主你挪去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的爱 亲自的安慰我们 感动我们 透过这篇道 你的话语 立刻马上 奉主耶稣的名 使到他们得到平安 得到喜乐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第一点我们来解释一下 36到43节的这个经文 第一点 不忧愁也不忧虑 不疑惑 我再收多一次 第一点 在基督里 不忧愁也不疑惑 这个聚会 这个经文 他讲到这个聚会呢 我们牧师上个礼拜 主日的经文 那约翰在他约翰福音里面 他特别记载耶稣 向他们显现时 那个门是关的 那个门是锁的 所以耶稣 所以耶稣 似乎好像是突然的 很奇迹性的 像你看摩世这样子 这样 就出现 就这样子 突然间出现在 门徒的面前 门徒对耶稣 复活的显现的反应呢 就显出了 他们的不幸 和心理刚硬 但是耶稣很耐心 很有耐心的 去提出那些证据 来帮助门徒了解 他已经复活了 耶稣向门徒 展示了 他钉横的手和脚 这也是他 爱我们的记号来的 我们都常常知道 耶稣基督的钉横的手脚 都是为我们 所受的便章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都一直 都记得这个道理 但我问你们啊 一个复活的人啊 他的身体的伤痕 是否应该要 怎样说 痊愈的 应该是 预复的 所以 你认为 一人 有疾病 有疾病 你认为 他们的疾病 应该说 就是复活 可能就是有一个完美的身体 就是没有 没有所谓那种 很严重的伤痕 还能看到的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呢 耶稣复活过后呢 他的身体保留着 他受苦 和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受的那个伤痕 还是留着那个洞 但是 我们实际上 我们看到 那些灵状 的身体 仍然 保留着 疾病 和 词 当时候 这些门徒 他们真的是 不敢相信 这件事情 好像觉得 这件事情是 impossible 就好像 难以置信的事情 当然 神也要我们 有充分的理由 是经过 甚至 熟虑的信心 而不是那种 又浮浅 又随随便便 去相信的 一个道理 一个真理 假福音等等 主耶稣多次 向门徒显现时 让他们又看 又摸 又在他们面前 吃 这个 一干八干 他做这些 也有一些 圣经解释 我看呢 他说 其实基督不饿嘛 就 其实复活了 就说 他没有 被这个 怎么说 的 flesh 那肉体的限制 就是说 好像有 有饿的 这个需要 还是等等啦 so I've heard some commentary that actually the resurrected body of Christ actually doesn't feel hungry yeah 但是 也许耶稣 做这一切呢 都是要为了 让门徒 真正的见证到 复活的基督 就在他们面前 这复活的应许 就在他们面前 罢了 perhaps Jesus did this so that he wants to put it as a proof that he has been reason 希伯来文的平安 是绝对的安全 身体健康 供应充足 周遭的环境 和完全和平 the hebrew word for peace is absolute safety good health sufficient supplies and a perfect peace i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希腊文的平安 是安全 防荣 和平 协调 健康 与神 亲近的关系 the great word for peace is safety prosperity peace harmonie health an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od so 白色 shalom is the hebrew word 那个希伯来文 then Irin Irin 那个 great word 是great word 希腊文 就是黄色字眼的 那 如果我们把 希伯来文的平安 还有希腊文的平安 放在一起的话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平安 so if you were to combine both the hebrew word of peace and the great word of peace then you will realize that is actually what god wants us to know about peace 是完全的平安 完美的平安 色罪的平安 与神和好的平安 therefore what christ gives to people on earth is complete peace perfect peace which is the peace of sins being forgiven and the peace of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是否愿意 向冷漠 孤单 奇怪的人 分享平安的福音吗 Dear parents and sisters Are we willing to share the gospel of peace with people who are indifferent only and strange 你知道什么叫做 奇怪的人吗 Do you know what is called strange 我觉得你脑袋 已经想到一个人了 你只是不好意思讲 I think you'll be Paisant to say Yeah Right 是吗 你有想到 Oh OK OK 我们呢 我们要让别人看见 我们愿意付出这些时间 跟金钱 来去解决 来去帮助我们 去解决问题 让他们看见实际的行动 practical 就是说 要让他们看见 我们所愿意付出的 这个金钱跟精神 so true our sacrifice so true our sacrifice in time and money time energy and money 就是要让他们看见 到我们愿意帮助他们 去解决困难问题 等等 that we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ourselves to meet their needs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 比如说你口里所说出来的话 还有这些信息 这个电话里面的信息 或者是在祷告中 纪念别人时 让别人也可以听到 这些安慰的话语 may they be able to hear th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nd comfort through our texting prayer and also the word of mouth 当一个人孤单 孤独 坐在教会的角落 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so when a person you see someone is lonely or being alone at the corner of the church 让我们可以主动地 去陪伴他们 好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 教会的温暖 may we proactively approach them so that they can feel the warmth of church 那感谢主牛外 是有一个弟兄 蛮感性的 他常常会提醒到 说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你 来招待我 来欢迎我的 我才会一直来 这个牛外 就是 we have brothers still single yeah still single yet very have so much feelings he he always express he always says he always remember 就是你 on which day especially on the election day when everyone is gone already but you are still there you welcome me therefore I always come to join this new one join supper or join movie or join skateboard or join captain ball so later 5 to 7pm ok yeah 所以呢 这是蛮感动的一个见证 蛮让人家 so 让我这样的人服事的时候 感到安慰的事情 now 这三件事呢 我相信 我们可能在商礼上 会 会 会 做出来的事情 会 至少会达到的行动 这样子 so for this tree i believe that during a funeral service we may somehow do either one of them or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那生前告别 现在讲生前告别 他是一个人 活生生的 他意识还清醒 还有 还能讲话 还能 还听得到你的声音 去参与 他自己的生前上礼 so a living farewell is when a person with full consciousness is being able to attent their own funeral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那个活人 去过他自己 死人的上礼 you know what he mean is that a living person is literally attending their own funeral attending their own death like that like 咒诅自己 might be like that 就是他用自己 想要的方式呢 向所有人告别 is like using their own method to say goodbye 然后呢 他也希望 活着的时候 可以亲自的 聆听到 这些亲朋好友 对他自己 对他的诉说 and they would also like to personally listen on what others have to say about them 那透过这样的仪式呢 可以好好 他也可以好好地 跟身边的人 一起的彼此 交流 团契 还有沟通 并且分享基督的福音 so using such a creation to reunite friends and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lso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我住 今年 算了2024年 至少 已经有出席了 三个上礼 还有出 还有包括 出兵等等 so this year this year this year only I've already attended at least three funeral services 其中一个是我 以前的教会 是数 大概两年多 没见面的弟兄 走了 so one of the funeral services was for my old friend for my previous church 大我两岁吧 我27岁 他29岁 因为一些癌症的事情 他就突然间 离世 离开了世界 he was older than me by two years and unfortunately he passed away due to cancer 那我常常 在上礼 我常常会是在想 我要怎样 筹备自己的 追尸礼拜 so whenever I attend such funeral I will always think of how would I prepare for my own week service 就是我会放上 我想要他们 去放上我最爱 最爱 最喜欢的一个经文 就是 腓立比书 一章21节 so I would also like to display my favorite scripture which is philippians chapter 1 verses 21 你们要翻那经文 可以可以 就是腓立比书 一章21节 很简单的一句话 他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so for philippians chapter 1 verses 21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 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然后呢 我也可能 会在我这个 圣里呢 去录下我一篇的讲道 所以我就不请讲员了 不必请讲员费了 这个 没有 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 讲自己的道 ok 是这个意思 so he may also like to record his own sermon for his own week service 然后呢 我这个商礼呢 我就应该办三天就够了 and I would like I may also have this funeral for only three days 你知道为什么吗 you know why 因为我打算每一天呢 我都去播放那个电影 给大家看 because I plan to play movies for every single day 那个电影 至少 播到来最长的也三个小时 最短的两个小时半嘛 so calculatively one movie is around two to three hours 所以三天的话 你可以看多少套电影 在我的那个商礼 too many you see too many 可以耶 免费看的耶 只是没有买pocon给你啦 我可以安排吗 应该可以安排啦 baby 应该可以安排给你 我蛮喜欢看电影的 如果 若是真的很好看的话 我一天会看三套电影 早上下午晚上看到完 ok I love watch movies 不是随便看的 有做工 I got do my research then only watch movie ok not like others also do like someone do research on crypto like that I do research on movies ok 然后呢 我会说 然后呢 我会把我的骨灰呢 放进一个罐子里面 on top of that I will also place my ashes into a small jar 然后我会交代他们 我会交代他们 他们可以在每一年的 这个清明节呢 的时候 撒掉我的这个骨灰 and then I will also ask them to scatter my ashes during清明 of every year 如果他们嫌麻烦 你可以一次过明年呢 就这样倒到完啦 ok的 没有问题的 if they say it's too late 麻烦 scatter their scatter his scatter my ashes one shot 我这样做的原因 是希望他们 一边撒掉那个骨灰的时候 他可以学习 放下 放下 放下东西 the reason why I do this is so that whenever they scatter their whenever they scatter my ashes I hope that it also remember them to let go and let go 就好像一边撒的时候 一边放下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或者是 你深深爱慕的东西 已经走了 还是你的亲人 就放下它 然后让神 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it symbolizes me it symbolizes to put down everything and to let God take control 所以 过来到这个 生前告别 我也没有 我之前也没有想过 要不要办 这些 这个生前告别 所以 所以 在这个生前 我没有想过 这些 这样的 节目 如果有 做生前 告别的话 要怎样做呢 如果我 做生前 要怎么做呢 吃火锅 吃 BBQ BBQ 和 Steamboat 是 很棒的 OK啦 就以这个为主题 然后那个 flow 一年后 几时在 我再看 看看 是否 以后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来讲一下第二点 我们来解释 44到48节的经文 要理解 也要传道 我再说多一次 第二点 基督徒 要理解圣经 也要传福音 摩西的律法 先知书和诗篇 指的就是 希伯来圣经 他分成的 律法书 先知书 圣卷 这三部分都记载了 弥赛亚的预言 那三节的经文 就是 生命纪 18章15节 以赛亚书 61章1节 诗篇 第二篇 7节 只有当门徒的 那个心窍 心理 心窍被打开以后 他们才能真正的 领悟到 什么叫做 属灵的事情 什么叫做 属天的事情 甚至明白到 什么叫做 福音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那 若我们要领悟到 圣经的意义 我们就要 有主的照亮 和打开 我们的心眼 所以就是 求主 我人的心来 的伯救 那耶稣呢 解释了圣经过后呢 他还总结了 福音的两大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成就的救恩 诗篇22篇 1到21节 和以赛亚书 53章1到9节 预言的 基督必须 受害 必须受死 所以 在 圣经 22 1到21 和 阿塞 53 1到9 预言的 基督必须 预言的 约亚书 1章17节 和 赫西亚书 6章2节 预言了 耶稣 第三日 从死里 复活 这个礼拜 谁有读圣经的 可以举个手吗 所以 有谁有读圣经的 这周周 就只有几个人在读圣经啊 是吗 只有几个人 那回家 这个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读完它 还有刚才的经文 一天读一个经文 好不好 so for this all of these scriptures you can have a you can read them every day from Monday until Thursday 没有 Thursday Friday Sardaday 都可以 因为我还有其他经文 或者 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 这个 今天的经文 也好好去读好它 ok 第二个内容是 这个 施行的 就文 so the second point is salvation applied 圣就是说 圣灵借着这个悔改 这个设罪的道呢 把他们施行在 蒙卷选的人身上 the holy spirit applies salvation to the chosen people through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那其实呢 主 复活显现在他们面前呢 他的目的不是要让 门徒去见证说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的见证 这不是他的目的 in fact the lord in the asked the disciples to speak testimonies 反而呢 他要 他要我们去活出 活出什么呢 活出因主 复活 生命被改变的见证 instead he wanted us to leave out the testimonies that their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due to the lord's resurrection 大家在这里的基督徒呢 你的生命 已经被改变了 i believe all of us over here have our lives been changed 每个信徒 生命的改变呢 都在见证 福音的大人 amen so the change in the life of every believer is a testimony to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那信教 讲到信教的时候呢 他不是指这个感官上 或者思维 就是用头脑想的那个功能 不是那个意思 so the minds in scripture does not refer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senses and thinking 而是这种 靠着基督 有圣灵的内住 靠着的就是叫做 属灵性的洞察力 他不能单单靠人的努力 来去明白的 凡承认耶稣为他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都因神的权柄和恩典 都被得救 重生了 因此圣徒们 我们要去追求 圣灵的感动 在圣灵的感动 我指的就是 你要把自己的情感意志力 完全交托给神 那就是所谓的交托给主 高托火珠 which is to completely surrender their emotions and build power to God right 高托火珠 你知道这样翻译吗 宏福伊桑 广东话 OK 广东话 就讲话 呃 不明白 不记得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愿意认真的 去读经祷告默想 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去分享得救的福音吗 Dear Parentheses Are we willing to read Pray and meditate on the Bible seriously to ask God to give us the wisdom to share the gospel of salvation 大家请用人话 去解释神的话语 So when we try to explain the God's words May we use more humanly manner to explain 比如说你跟人家讲 信耶稣得永生 就这样简单跟他讲 他能get到的话 是奇迹了 So whenever we say or believe in Christ and you will have eternal life If they are able to understand it will be a miracle 那讲到宗派呢 我们这个Captain Ball呢 是有很多个宗派 一起跟我们打球的 So when we talk about denomination When we play Captain Ball we have multiple denomination playing with us 有魏理工会的 有这个静信会的 灵恩派的 还有迟道派的 So we have Menthalists Baptists Presbyterians Charismatics And also the late ones Yeah 那我们还有一些 还不是基督徒的 他们也会好奇说 诶 中文分这么多宗派的 So among us Among them we also have non-believers And they are also sometimes curious of our own faith 不要讲宗派 现在又跟他分析说 什么叫做异端 然后你这个基督教 又有很多个宗派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 哪一个才是假的 都很难解释 So don't talk about denomination Even talking about Heresy Heresy Or even what is true Christ It's also a hard thing to explain to them 所以你怎样解释 你怎样解释宗派 So how are you going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different denomination 那 打太极拳跟打永春 是不是 打太极拳是不是功夫 So is Tai Chi a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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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r no Oh you never 你们没有打过太极 说不懂 你们也没有看太极戏 永春是不是功夫 Is Yong春 also a功夫 这个美国boksing boksing算不算一个功夫 Is boxing considered also 那随随便打架 那个就不叫功夫 OK Anyhow fighting doesn't count as功夫 那有这么多的 这些打的方法 他们都叫做功夫 So among all of these they are still called as功夫 他们只不过是 有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组织 去传承他们的功夫 It's just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methods and 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ways to portray this功夫 所以相似啦 或者说可以说 similarly 我们教会的宗派 我们教会有这些宗派 也是有自己不同的组织 但是我们都是信 同样的一位神 同样一个信念 So same goes to our denomination We have although we have the different different denomination But we still believe in the same Christ 第二个我们要为 人家的身心灵来祷告 So next we are also going to pray for other people's body, mind and soul 我去一个复印店 就是我常常都会去 同样一个复印店 如果就是要复印 很多分量的这个文件 So whenever I want to print or photocopy multiple copies of items I will always go to this particular shop 那我已经认识了他一家人了 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他们的女儿 他们的姐姐们 还有弟弟他们 其中一个 他儿子是长老会的啦 So I've already known all of them including the parents and also the kids and one of them is actually one of the members of a Presbyterian church 那比较常常 顾店的都是他的女儿 他那两位姐姐 So normally the ones that take care of the shop is the two sisters 那他那个 那个比较小的 就是妹妹 但比我大啦 他呢 常常看到我 就常常问我基督教的问题 So this little sister tends to always ask about Christianity whenever I go to the shop 比如说他问 你是不是天主教 还是基督教 你是father还是什么 So she will always ask Are you a Christian or are you actually from Catholic Are you a father 然后他去到哪里 都会说 我看他们基督教 有做这个东西 是不是基督教 有讲 不是啦 这样子 So she was always asked I always see this kind of Christian Christian things is it really Christian 那他有一次呢 他从新西兰回来呢 那时候就叫我 为他祷告 So at this one time she came back from New Zealand and she asked me to pray for her 她就是说 你现在就为我祷告 为着我这个牙痛祷告 为着我皮肤干燥祷告 为我什么什么事情祷告等等 现在立刻 So she said that Can you please pray for me now that for my toothache and for my dry skin 那时候也没有人了 已经要关店了 她竟然叫我祷告 我就 我也不要弄得 太鼠灵嘛 Right So 我就很简单的 为了祷告啦 So I did not want to because the shop was closing and I did not want to make the prayer too holy So I just made a simple prayer 那她就骂我 你说你这样随随便 随随便便祷告啦 你在教会为你的 member祷告是这样的吗 So she scolded me Do you Do you normally pray like this in church so simply OK啦 OK Then 我回去的时候 before睡觉的时候 我就 好好的全面性 为她和她一家人来祷告 But I still pray for her for her family and also other things 我就为着她们生命祷告 为着她们活得开心 然后为着她家人 常常出国的 都出入平安 甚至为着她们的灵魂祷告 希望她们有一天 信耶稣 I pray for their lives I pray for their work environment and on top of that I also pray that may they one day be able to witness God 那我们也要时时刻刻 回想起一些 可能是你喜欢 或者是你常常听见的经文 甚至是 你经历神的那些见证 So we also we can also recall the scriptures and testimonies that we remember and also yeah Remember yeah remember the bible verse and remember the experience you have with God that is a testimony okay不是一个 我们不应该去轻看 每一个小细节 神轻知道对你说话的事情 因为呢 因为我那个弟兄呢 他 因为那个弟兄去世的那位 二十九岁 那其实我曾经有一个祷告 actually I got prayed I mean I got looked into one bible verse says that funeral going to a it sounds like this is in the book of Solomon expressia 传道书 在传道书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说 说到说 去一个丧礼 强如去一个婚礼 it says that in bible verse says that you go to a funeral is better than going to a banquet 我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就很常在想 两个都重要 两个都有意思吗 中午就只有丧礼 结果 就是在那个礼拜 我在想这个经文 结果就是在这个情人节的时候 我收到这个弟兄的消息 就是在这个valentine day on this valentine day when I was reading this bible verse on this valentine day I received this news about my brother pass away therefore I feel like this 这是我的感受 我所得到 就是神对我说 你自己去经历 你就明白那个道理 就是 I feel like God is trying to tell me say you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right then you go to the funeral 就是 除了感触 也遗憾我弟兄 这样早就离开 但是 就有很深的这种的 这个经历这样子 那 这有一位姐妹叫做 黄米雪 她的外号叫做 迈克 So there's this sister Name Michelle Ng also known as Mike 不是我 不是我 随便想到写的 她 那个里面自己写的 M-I-K-E Mike OK 那 她在2020年 第一次就被诊断出 患上一种 罕见的卵巢癌 So in the year of 2021 she was being diagnosed with a rare form of cancer which is ovarian cancer 2002年 这个 200年底 这个癌细胞转移 20023年 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了 In the year 2022 cancer cells have been spread and in 2023 initial treatment was fruitful and yeah Therefore 后来呢 她决定在家里 与她的亲友 亲朋好友 度过她自己 剩下来的时间 So she decided to spend the rest of the day the rest of the day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在这个慈怀 护理义工 他们的建议下 这个迈克姐妹 最终于去年 12月23日 在家中 举行了 生前丧礼 So under the advice of hospice care Singapore Mike decided to have a living funeral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last year 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荧幕 就是在她家里 她正在坐着 她这个 生前丧礼 现在就是在她家里 那位坐在 那个 叫什么 那个sofa 那个machine 那位就是 那一个迈克姐妹来的 So if you see the picture on the bottom left is actually sister Mike and also this is actually the image of her living funeral 她这个生前丧礼呢 就像一个 生日party 一样 So this living funeral is like a birthday party 她就跟大家分享了 她最爱吃的食物 还有她最喜欢听的音乐 还有她最喜欢看的书本 So on this occasion she not only showed her favorite food to her close friends but also she shared her favorite music and also the books that she enjoyed reading 并且鼓励他们 为她 为这位姐妹 写下最后的告别信 and even encourage the attendees to write down the final goodbyes to her 以及呢 就带着自己 所喜爱的那些书本呢 来跟大家 一起交换书 and also to exchange their favorite books among each other 那是她自己 特别称这个聚会 为生前上礼 因为她希望 大家的心 能够 清净死亡 面对死亡时 不感到恐惧 As quoted from her I specifically wanted to call it the event a living funeral instead of a celebration of life as I look death as close to our hearts 那人 只有实际的经历 复活主的恩典 复活呢 对他才不再是 空洞的道理 It is only when the person actually experiences the grace of the risen Lord that resurrection will no longer be an empty doctrine to them 复活呢 就会成为了 实实在在的福音 根基 在他心里面 instead it will become a real foundation of the gospel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福音 便是虚空 我们所信的福音 也是虚空 我们仍旧死在 罪恶里 If Christ has not been reasoned the gospel we preach is meaningless the gospel we believe is also meaningless and also we are dead in our sins 福音若只是教导人 要依靠道德 教义 就可以做好人 那么最终 我们照样 十个罪人 是要灭亡的 If the gospel only teaches people to rely on moral teachings to be a good person then in the end we will still die to our own sins 所以新约圣经 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主耶稣 特地借持 多次的显现 在门徒面前 So before the new testament was completed The Lord Jesus specifically used multiple experiences to enable the disciples to believe that he has been reasoned from the dead Correct 就是使他们 能够确信到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并且勇敢地 为基督做现证 He used this as a proof to say that He has been reasoned and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briefly bear witness to the Lord 亲爱的朋友们 Dear friends 今天没有看见 就信耶稣的人 是有福了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Jesus without seeing it are blessed today 因为圣经记载 神的话语 才是我们信心 和盼望 最好的根基 because God's word are recorded in the Bible and is the best foundation for our faith and hope 唯有主的道 是永永远远 长存到底 Amen It's only the Lord's word that will last forever 透过今天这个题目 就是说 基督徒与神行告别 让我们充满着复活的盼望 that may we have the joy of the gospel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so that we can have this this hope of resurrection 好叫我们盼望 好叫我们盼望 我们不再 盼望我们不再 恐惧死亡 或厌恶生命 that we may no longer fear death or have any fear in life 心里的喜乐 来自于基督的福音 the joy of our hearts comes from the gospel of Christ 让我们同心祷告 Let's pray 在还没有祷告 就是你们可以 在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呢 在小命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呢 我要再继续讲这个 这个Michelle Young的这个分享 在还没有做一个结束祷告时 我要再补充一点 过来到这个迈可姐妹 她说 她自己说了 这个事情 自己在访问时 她这么说的 她自己在访问时呢 in the interview she says that in the absence of light then there's darkness otherwise you won't know what light is and likewise for life if there's no death you don't know what life is you need the clarity of death to help you see clearly in life 对迈可姐妹来说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死亡的这个角度 死亡的这个清晰度 好叫我们看清楚 什么叫做生命 什么叫做活着 就有益处 如果有这个光的时候 他能照亮着这个黑暗 就如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说的 in John chapter 1 verse 4 to 5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in the scripture says in him was life and that life was the light of man 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but the darkness has not understood it 所以好让我们在生命遇到低潮 遇到很黑暗 很实在不想活下去 实在是很难受的时候 in life when we feel so much darkness that really swallow us down swallow us that we cannot get up from our bed we feel like not living anymore let us remember the Christ of light 基督的光继续照亮着我们 基督在基督里 there is hope there is resurrection 在基督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愿主的光照亮着我们 因为有这些见着人 这些见着人 we have all these people we have the apostles we have these prophets we have great people wonderful people beautiful people who witness the joy of the Lord the goodness of the Lord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因为有很多人经历到 复活的基督 so let us all pray Thank you Lord that through Pastor Michael's sermon that w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iving funeral and also sharing the gospel to those who have yet to know your name may we be filled with extraordinary peace and joy when facing sorrows and doubts of death as through your gosification are sins and be forgiven help us Lord to be able to find strength in you even in our lowest of time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